妈,出事了,你给我的那张银行卡一分钱都没有,你今早还和我说有很多钱呢,我买房子的时候,一分钱都刷不出来,害得我被别人看笑话了,今天我真的是丢尽脸了。 儿子,我给你的卡怎么可能会没有钱呢?你姐姐说了这张卡里面有一把五十万,这钱他一般都不会动用的,就算会用到,也是很快就会从其他银行卡转回去,是不是你弄错了? 妈,我还能骗你不成啊,我就站在旁边看着,我怕那人弄错了,还叫他多刷几次呢,但每次都是余额不足,我买的房子也就是一百二十三万,我换了一套一百万的也不见能刷成功,是不是里面没有钱啊? 儿子,可能是被你姐夫知道了,然后他把卡里的钱转走了,只能是这个原因了,要不然这张卡是不可能会没有钱的,这肯定是你姐夫搞的鬼,你赶紧打电话给他,让他转钱给你。 小舅子听到母亲这么说,急忙就给姐夫打去电话。 姐夫,我手里有你的一张银行卡,里面本来是有一百五十万的,但是刚才我在买房子的时候,却是刷不出钱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? 不是,小舅子,你买房子,为什么要拿我的银行卡?我保险柜里面的银行卡怎么在你手上?我中午回家的时候,还说这银行卡怎么不见了?我还以为家里禁贼了呢?吓得我立马把钱转走了。既然这张卡在你手上,那你就赶紧还回来。还有,以后不要进我的房间,不要随便动我的东西,否则后果自负。 姐夫,这卡是我妈给我的,因为我要买房子,所以我妈就把这张卡给我了。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,我在买房呢,你赶紧转一百三十万过来。房子我已经看好了,现在就差付钱了。 小舅子,我看你是脑子进水了吧?我为什么要给钱你?你找我要钱,态度还这么强硬,真是见鬼了,我又没有欠你什么。你妈在没有经过我同意的时候,拿我银行卡,这就是已经是触犯法律了。我不和你们计较,你还敢和我这么说话? 姐夫,不就是花你点钱,你至于这样吗?我告诉你,你不赚钱给我是吧?你给我等着,我现在就回去找我姐姐,等下就有你好看的。 小舅子说完,就直接挂断了电话,小杨也觉得有些奇怪,就回家找到妻子。 老婆,我卧室保险柜里的银行卡,为什么会在你妈的手上?她是怎么知道我放了银行卡在那里的,你现在必须给我一个解释。 老公,你在这里发什么疯了?我妈怎么可能拿你保险柜里面的银行卡?她都有好些时间没有来我们家了,你是不是弄错了? 小雪,你确定要给我装傻啊?如果不是你告诉你妈我的银行卡在哪,她会知道吗?她还知道里面有多少钱,还知道保险柜密码。银行卡密码也知道。 你不要告诉我这些不是你说给你妈听的,真的是把我当傻子了吗?还好我中午回来的时候看到银行卡不见了,提前把钱转走,要不然就被你弟弟花完了。 我们虽然是夫妻,但是没有经过我的同意,谁也不许碰我的东西。你等一下记得告诉你妈和你弟弟,不要随便拿我的东西,否则后果自负。 小杨,你这说话就有点过分了,你也知道我是你的妻子,我们都是一家人,拿你张银行卡怎么了?你为什么要计较这么多?你的不就是我的?再说了,我弟弟拿银行卡是为了买他的婚房,你作为姐夫,为小舅子买个婚房不是挺正常的吗?现在听你的意思我弟弟还没刷成,你需要这么不依不挠吗? 你不也想想,我妈含辛茹苦的,把我养大成人不容易,吃了这么多苦,受了多少罪? 小雪,你妈吃了多少苦,受了多少罪吗?这关我什么事,一个人她不管是大多了,吃过什么苦,她拿别人东西的时候,都应该打个招呼,别人同意了,她才能拿。 你妈这么做跟小偷有什么区别,刚才还理直气壮给我打电话,你知不知道,要是我报警的话,你妈和你弟弟这个时间,就应该进小黑屋了。 小杨,你不要这么不知好歹,我妈不就是拿了你一张银行卡吗?怎么就变成小偷了?这个家都是我妈自己家,她拿东西能叫做偷吗?这本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,你最好不要得寸进尺。 就在这时,小舅子和丈母娘也过来到了,看到两人在吵架急忙说道, 姐夫,你是不知道你在这个家是什么地位啊?我告诉你,你既然娶了我姐姐,那在这个家,我妈就是一家之主,我妈做什么都是对的,我妈想要什么,你就得给什么。 女婿,我儿子说的没有错,我才是一家之主,在这个家,你最多只能算是老四,这个家只有你听话的份,你赶紧把钱拿出来,给我儿子去买房子。 还有,你今天不仅要拿出一把五十万出来,还有你公司所有的钱都归我管,不然的话。 不然就怎么样啊?丈母娘,我看你们家是真的漂亮啊,老虎不发威,真当我是变猫啊,这个公司是属于我爸的,我工资才一块钱,丈母娘你不会想让你女儿跟我离婚做威胁吧? 我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爸妈的,你女儿和我离婚是一分钱也拿不到,现在知道这个家谁才是主人了吗? 女婿,我承认刚才我说话有点大声,这样吧,今天的事就当没有发生过,我在这里给你道歉,不应该偷拿的银行卡,这样总行了吧。 看来丈母娘清楚谁才是家里的主人啊,不过你们几人的嘴脸,我是看清楚了,小雪明天早上九点半,我们民政局见。